謝謝大家,剛才在主論述的時候 我已經講過台灣的天空三大 東洋文明、西洋文明、中華文明 在台灣的天空、本土我們有五種 自己形成的閩南、客家、各省的眷村文化 以及原住民文化跟新住民文化 所以已經做了表述了 在這裡要呼籲所有台灣民眾 以及呼籲中央政府 我更關切了另外一個議題 我剛剛才沒有表述得非常清楚 就是毒品 我當上高雄市長之後 非常擔心毒品問題 請我太太我太忙去看 吸毒的孩子在做什麼 我們才發現 原來社會角落有好多的毒寶寶 你就看到一歲兩歲的孩子 在那裡搖頭晃腦 行動緩慢 為什麼 一歲兩歲的孩子身上有毒癮 他毒癮發作了 可是他一面要喝牛奶 一面要解除他身上的毒癮的痛苦 這個毒品到底可怕到什麼程度 在這裡再一次的呼籲 美國兩個法官 不相信毒品這麼厲害 向長官報告 我親自吸毒 長官批准 最後這兩個法官 血氧俱佳 有強烈的使命感 充滿了熱情 他們的下場 一個自殺 一個進入樂界所 即使是司法官 痛恨毒品的 一旦染上毒品 他都沒辦法克制 台灣不可能像菲律賓都特地 直接就槍拒 但是我們現在政府 一定要拿出作為 我們一定要向毒品宣戰 現在這個毒品的蔓延 已經從校區、社區 走向各個娛樂場所 已經是不得了 可是這個問題 被提出來實在是太少 所以我難得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要向大家呼籲 從民國98年 法務部所統計調查 查到的毒品有1900公斤 十年之後 我們查到的毒品居然高達6600公斤 沒有查到的黑數呢 保守估計在十倍以上 十倍以上 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 這個毒品把整個中華民族害得有多慘 所以今天台灣的毒品 已經到了政府 不能夠再漠視的情況 所以下一任中華民國的總統 一定要把反毒 列為國家施政的重中之重 一定要遏止毒品的蔓延 這是我內心最沉痛的呼籲 希望反毒全民一起來 還給我們一個乾淨安寧的社會 健康的下一代 謝謝 謝謝